电功率 我因为你而转 一圈一圈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 因为思念释然 虽然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 歌中王力宏因爱而转 送说甜美爱情 那你有没有观察过 自己家的电能表呢 表上的铝盘也在一圈一圈自转 时而快 时而慢 这又是为什么呢 想象一下 单独使用一个节能灯 和一台空调时 哪种情况铝盘会转动得更快呢 当然是空调啦 那电表转动得快 又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电能消耗得快 也就是电流做工快 还记得在力学中 做工快慢该如何表示呢 功率嘛 所以在电学中 我们用电功率来表示 电流做工的快慢 那电功率的公式呢 依然是工和时间的比值 具体说来就是电工 与完成这些电工所用时间的比值 电工是W 时间是T 电功率还是P 则电功率P 依旧等于W 比T 不过咱们之前还学过 电功W 是等于UIT的 所以 P就等于UIT 比T 也就是Ui 发现了吗 我们得到了电功率的一个新的公式 P等于Ui 也就是 电功率等于电压 乘以电流 这个很重要 请务必牢记 再来复习一下单位 电功的单位是焦 时间的单位是秒 电功率的单位是瓦特 当然 一瓦还是一焦每秒 除此之外 咱们还能用刚才的新公式推导一下 P等于Ui 所以 一瓦还等于一伏安 公式记住 单位都好推导的 电功率其实随处可见 我们在日常所使用的灯泡上 经常可以看到 PZ 220伏 60瓦 其中220说的是电压为220伏 而60则表示电功率为60瓦 不同的用电器 电功率一般不同 比如 发光二极管的功率就约为0.05瓦 节能灯7瓦左右 电灯大约60瓦 电视大约是100多瓦 台式电脑300瓦左右 一般家用空调 则是1000瓦左右 在工农业中使用的用电器的电功率非常大 这时候就要用到更大的功率单位 1000瓦了 1000瓦的符号是KW 它与瓦的换算关系是1000瓦等于1000瓦 农点灌溉时 水泵的电动机功率大约是几千瓦到几十千瓦 大型发电站的发电功率可达100万千瓦以上 也就是一个发电站就可以供应将近500万台电脑同时运行 厉害吧 讲了这么多 你应该对电功率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吧 快看看你家的用电器都是多少瓦的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